主席 請院長 請陳院長必須 副總長 恭喜您當前立委 院長 等於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您在衛生署服務的那段期間 在我認知裡面 陳建仁的署長 是非常溫和的一位 儒雅的紳士 我現在也是 希望是 然後呢 本身出身是高雄縣的白派 是一個國民黨在高雄縣最大的一個派系 先祖也當過 這個高雄縣非常重要的職務 所以在2016年 本期聽到 你擔任蔡英文總統的搭檔 競選候選人 當時我非常的驚訝 一位國民黨 一位國民黨 培養的優秀的人才 在2016年 跟蔡總統一起來搭檔 對當時的選情 固然是國民黨有分裂 但是呢 我想 院長當時啊 你為蔡總統加分非常的多 因為你當時整理的社會形象 是讓大家相信 國家社會之所以存在 就是相信的力量 這個社會 人民 要相信國家 要相信這個社會組織 要相信政府 才能夠讓這個國家正常的運作 而你所代表的形象 不只為蔡總統 各位當時啊 滿目瘡意的民進黨啊 提升了大幅的形象 但是這麼多年來啊 您四年的副總統任內 上稱啊 非常的溫和 形象也很中肯 但是 在一年多前 你突然啊 來接任了行政院的院長 這一年當中啊 蠻多事情發生 我們細細回想一下 您所代表的一個溫和 社會相信的力量 更擔任過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來接任行政院的院長 520馬上就到了 您可能是 看守的院長 我會戰戰兢兢繼續 也可能不會繼續來連任 但是如果你是今天從副總統 退下來 我相信 在人生的歷史上 你是為大家所肯定的 但是 您來擔任行政院長 這一年多的時間 幫民進黨粉飾太平 本席在這裡 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來檢討 您擔任院長之後 我們看一下 在去年大選前 尤其在十一月 那個時候 各黨在競爭 民進黨沒有穩操勝卷 各有60%的民意 要下架民進黨 當時您擔任葛魁 宣布 在十一月三號宣布 今年三月一號到 三月一號開始 台灣可以組團前往大陸 對於啊 九岸逢甘林的 我們的旅行服務業者 是多麼的翹楚期盼 您的德政 當你宣布了以後 台灣的觀光界 服務業 畢竟禮善往來 對外也不但地在說 台灣如果放了 我們的團克過去 對外也會考慮團克過來 來去之間 對台灣的百工百業 不是只有飯店餐廳 遊覽車 對所有零售百貨 都有莫大的注意 您 到底是不是國王的新衣 還是唐衣的毒藥 你宣布了以後 確實感動人心 為民進黨鞏固了不少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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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我可以回答嗎 我們曉得 觀光 觀光塑什麼時候變成國安單位 還是說 民進黨政府 已經把 向來已經把所有的部會 已經成為東廠的一部分 在全世界的觀光裡面 我不要急待會有時間讓你講 所以 我們很好奇 為什麼一個宗教虔誠的信仰者 未來可能是一個傳道者 卻在此時此刻 成為一個選舉的工具 我不贊成 一個幫兇 從11月3號到2月7號 現在宣布6月1號以後 台灣團克不能過去 會損失國家利益 那請問 3月1號到5月31號 去大陸 又不會損失國家利益 6月1號以後 會損失國家利益 本席才是請教 請你簡單回答 我們不需要聽其他的理由 因為 院長 這兩個時間點都是你宣布的 本席只要請教你 2月7號 喊停 是您的意思 還是賴清德副總統的意思 告訴我就好 這個很明白 就是去年8月24號 我們宣布的時候 就是希望 因為原來是按照COVID-19的關係 我們有 這一個不能組團到大陸去 後來8月24號解禁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 在安排 那那個時候 雙方都有一個默契 希望雙方都能夠 有所組團來觀光 那實際上 這在國際的慣例呢 就是要 互相 能夠有所交流 那我們也深切的期盼 那選完以後 確實 我們也讓我們的 這個旅行業者呢 開始組團 那在開始組團以後 我們會發現 我們到現在為止 仍然沒有看到 大陸有開放 這一個 主團來到台灣的情況 而且 我們會發現 有M503的這個 行道的改變 再加上W123的情況 所以 這個對國家的 另外 我想強調一下 就是 國家利益的部分 如果沒有 陸團來到台灣 請不要再打斷本人講話 就如同你講的 會損失800億 本席 只請問你一個問題 2月7號 您貿然中斷 是您的意思 還是 賴清德副總統的意思 我們整個行政團隊 你只要回答我這個問題 請不要講其他的事 過程我都很清楚 你只要回答 是你的意思 還是賴清德副總統的意思 這麼簡單 這是整個行政團隊討論出來 那就是你的意思 好 所以 現在 當到天主面前 我們 陳建仁院長的 信用保鮮期 三個月 11月3號到2月7號 您的信用保鮮期是三個月 不是這樣的 接著下來 我可以回答嗎 本席要請教你 如果 那就是 你 我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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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只要回答我應不應該做 在這一段期間 如果已經招募組團的 我們還是容許他從3月1號開始 陸續的出團 他如果招了8月9月的暑假團 忘記的 那要怎麼辦呢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想跟委員做報告 如果在這一段期間 我們得到了中國的善意的回應 那這個時候 我們暫停的這樣的一個規劃的計劃 是可以提前開放的 這就算看對方有沒有善意的方法 所以現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本席要你積極去準備 如果 8月9月 這是因為你的宣布 而 李勳社區組團 現在又被你禁止 所造成的損失 行政院要不要負責 在 現在我們所了解的 這個組團 已經組團的情況 在5月31號以前 都會有 所以5月31號你還是不負責就對了 但是 這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問題 要看 對方有沒有善意的回應 目前為止 你現在完全不負責 第二個 剛剛你所提到 對岸有善意 對岸有善意 願意 開放團克來台灣 我們這邊 也會相對應 配合是嗎 當然是 但是本席還是要強調 院長 應該要負起 政府 人民相信政府造成的損失 政府應該要負責 接下來 第一個 你說 你的 信用誠信度 不是只有三個月保險期 好 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萊豬啊 怎麼進入台灣 我們看一下過去 民進黨可歌可泣的一個過程 萊豬沒有進入台灣 我們看一下 賴靖德先生 我們播放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沒有聲音呢 如果說為了當總統 然後犧牲人民的健康 作為交換的條件 大聲一點好不好 那我想那乾脆不要當 大聲一點從來一次 市民 國人都不會 如果說為了當總統 然後犧牲人民的健康 作為交換的條件 那我想那乾脆不要當 也罷了 市民 國人都不會 肯定也都不會支持 高雄市政府 我們跟其他縣市 那我們大家都是反對 反對進行美國肉肉 養豬大附 他們已經在串野 在醞釀 如果政府一定要開放 美牛的話 還有瘦肉經營 還可以進行禮拜 我們台灣來講什麼 這些養豬部的講話 他們大概就會集體抗議 然後他們也要求現場 來帶他們到台北去澄清 我們希望第三次的 整個美牛資訊會議 希望是公開 而且是全程錄音錄影 讓台灣人民知道你們在裡面玩什麼 under table 馬政府 不應該再強行 要倒行逆支 為了個人的政治籌碼 或是過去的一個政治交易 來忽略掉國人的健康 行政院呢 卻又沒有研究當作沒有問題 然後來替瘦肉經的肉品背書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府有一點像詐騙集團 萬一說 所有的這些事情 絕對沒有時間表 絕對沒有意識上 絕對沒有承諾 絕對沒有承諾 絕對是 網絡的好笑 一聲音 從這裏才能夠講話 這是一個政治的內線交易 所以 政治的內線交易都出來了 如果是民進黨 現在的內線交易都出來了 我們大家團結 來堅定標示我們團隊出來了 民眾人的首歌 向總共的我們標示 為了十四五支 十四五支 為了十四五支 為了十四支 這個就是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對全國人民的宣誓 斬金截鐵 賴清德先生說 犧牲國人的健康 這樣子總統都不應該要做 結果我們看到了 再來看看 現在蔡總統怎麼說 蔡總統怎麼說 大聲一點好不好 再來放那個總統府的 總統府的 結果 民進黨在野不斷強調 食肉精一定要零檢出 國人的健康 是不能犧牲的 確實 對 現在萊豬進口沒有 要跟委員報告 兒時進口沒有 萊豬進口沒有 這個 院長 萊豬進口沒有 我們有進口美國牛肉 但是沒有進口萊豬 那在 台唐所養的這個豬隻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農家 萊豬的豬肉有沒有進口 都沒有 萊豬的豬肉有沒有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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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進口 我們都有檢驗了 現在 美國來的豬 美國牛肉確實含有 瘦肉精 但是它的量是在合格的範圍內 是 是這樣子 院長我們現在時空措置是嗎 沒有 沒有時空措置 如果我們講 現在進口的情況 在美牛的這個部分 美牛的這個部分 2020年8月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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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總統宣布了什麼事 2020年8月28號 說2021年1月1號要開放什麼 來 農業部回答一下 美豬嘛 對 美國豬肉 但是當時因為民眾的關心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進口的美國豬肉呢 都有做相關的檢驗 那這個相關的檢驗的結果呢 我們是發現並沒有檢出 那在美牛的部分 是更大人宣布的 現在 這確實還有少量的 這次問題 我想在整個的 這個豬肉的標示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按照 當時的承諾來說 目前進口的美豬 都有標示產地 在台灣銷售的過程當中 那這個是可以溯源的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 台糖豬 沒有最多巴胺 沒有 沒有 我們看一下 這幾年 我們台糖豬 一百零九年 台糖豬 銷售八十萬公斤 載殺二十五萬五千頭 總共八十萬公斤 每頭產出 三點一七公斤 三點一七公斤的銷售金額 銷售 產品的重量 現在 原本三點一七公斤 現在多少 四點三二公斤 四點三二公斤 從原本的三點一七公斤 變現在的四點三二公斤 多豬的一公斤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平均每頭豬的生產數有多少公斤 所以 這是每一頭豬平均的嘛 那這個是 特區都是三公斤 它的銷售量 現在 除以它的頭數得到的是每頭的生產量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養的豬 這個 養豬的大小等等 院長 就會有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是每頭豬生產的公斤數 院長 我們再強調一次 對 這是台糖的質量 再強調一次 對 再強調一次 過去到現在 都是一頭豬 產豬的產品三公斤多 現在變四公斤多 為什麼現在是四公斤多 以前是三公斤 連續十年都三公斤 多豬的一公斤 從哪裡來的 它有變異嘛 你看那個數字就知道有三點九 三點一 我是不是可以跟委員說明一下 從哪裡來的 過去的豬肉 平均大概是八十到八十五公斤就屠宰 那現在每一頭豬 它屠宰的重量大概是一百到一百二十公斤出來的 是從今年開始改的嗎 從今年開始改 從去年開始改 它的整個豬是飾養的重量 它會覺得時間 都不一樣 埃堂豬養這麼多年 你說只有去年開始養大豬 以前都是養小豬 去以前每一年 一頭豬的產豬 你看那個數字 三公斤多 現在產豬四公斤多 然後 現在查出了 有瘦肉精 然後你們說 現在是大豬 過去台湯豬都是小豬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整個豬肢的重量的生產 是隨著年代會不一樣的 院長 連續十幾年 一頭豬的產豬 一頭豬產豬 變成產品 三公斤多 現在 你沒有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宰殺的豬 產品多了這麼多出來 有沒有洗產地的問題 這當然沒有啊 這個是台唐的資料 台唐有多少頭豬 銷售多少 台唐的資料 北西就很好奇 為什麼過去 一頭豬三公斤多 現在一頭豬四公斤多 這個簡單的數字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也跟委員說明一下 整個台唐的豬 它有履歷的驗證 跟CS的雙驗證 所以它每一隻豬 從 從養豬到屠宰 都有一定的一個檢查的一個規範 好 那我們再請教一下 你說都有履歷 那我們請教一下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 你們說的巴西進口的一彈 巴西進口的一彈 新北市政府 導演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通通查出來 用這些國外進口的 以及巴西進口的這些彈 混在一起 產地變成台灣 有沒有這個事 有部分 確實在當時 所以有喜產地 有部分貼錯標籤 好 沒有關係 院長 除了你旁邊有一堆人在幫你 粉飾以外 現在終於承認 沒有粉飾 我們講的是事實 終於承認開始有喜產地了 好 這個喜產地是貼錯標籤 沒有本身的認知 對嗎 巴西進口 然後台唐租喜產地 然後核食也進來了 好 當時核食 沒有喜產地啊 核食說要 去吃了核食 說要加入CPTPP 我們現在加入CPTPP CPTPP了嗎 沒有 但是核食進來以後的 這個檢驗的結果 都是符合標準的 那什麼之後加入CPTPP 當然是要看CPTPP 它的這個 核災受災區域的產品 叫核食 所以 當時 行政院所持的態度 是因為CPTPP的主辦國是日本 所以 召集人是日本 所以我們必須 要來 進口日本核食 現在日本核食也進口了 CPTPP也沒有 台美 FTA 也沒有 好 但是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實際上第一階段已經簽訂了 我們現在在討論 現在在討論第二階段 本席來請教一下 你的巴西蛋 超市 超市 是什麼樣的公司得標的 超市是一個進口商 它以往 就有在 它的資本額有多大 這個 資本額跟它實際上的 這一個 經營的狀況 它的資本額是五十萬 對沒有錯 它的實收資本額多少 不知道 實收的資本額 它的負責人 它的負責人出資多少 在當時 在進口巴西蛋的時候呢 確實 它我們 它的負責人出資多少錢 你跟我一說明齁 整個超市本身 這個你不需要說明 我們現在在是非題 不要在那邊說明 五十萬資本額的 超市公司 這是登記的 進口了五億 的巴西蛋 負責人 請小姐 指出了一千塊錢 當了這家公司的負責人 一千塊錢當負責人 進口了五億的巴西蛋 三月一號 去年您擔任可貴以後 三月一號 跟我們的政府簽約 八千多萬顆蛋 五億多的合約訂單 三月一號簽約 三月一號簽約 請問一下 簽約的時候 這家公司 是在停業中 還是在副業中 還是在營業中 還是在營業中 一個停業中的公司 停業中的公司 可以跟政府簽約嗎 停業中的公司 可以跟政府簽約嗎 是營業中的 是已經營業的 那三月二號才申請副業 三月一號跟政府簽約 三月一號是我們政府公告 是可以採用 就是不同的貿易商 可以符合資格的 而且這家超市 在三月一號簽約 還是代收代付 代收代付 我跟委員說明喔 他每一筆 超市每一筆 都是他簽約 代收代付什麼意思 代收代付 原本的代收代付是 只要對方請款的時候 我們就付錢 但是超市在這個案子裡面 每一筆都是他先付錢以後 雞蛋出了港口 我們再付錢 等級在問你們簽的合約 是不是代收代付 我們簽的合約是代收代付 好就可以了 超市他使用 更好的一個規格 代收代付的意思 你來請款 我就付款 然後他可以再去付貨款 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 有簽了一個這麼人謀不張的合約 先讓兩年台灣缺蛋 缺了蛋以後再由這個小公司 資本額50萬 可以得到 台灣沒有 政府沒有讓台灣缺蛋 你這個講好不對的 台灣政府讓這樣的公司 不正確的 得標了以後 再來上下其手 代收代付 那請問一下 你講的是不對的 他所有 他所有 直接金手的利益就是他的 還要政府幫他出錢 至於誰先付 誰先付款 誰先付款 那是後面的事情 合約內容 才是他真正的精神 所以啊 本席在這裡啊 再次要強調 今天我們講整體食安的問題 不只今天為什麼台湯豬 過去十年一頭豬 它的產出成為產品 成為安心豬 只有取部分可以用的部分 都是三公斤多 現在變成四公斤多 巴西蛋 這個推論不對啦 變成液蛋 然後 這個混起來的蛋 再把產地洗成台灣 這都是中華民國政府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這個我不同意 所發生的事情 核食也已經吃了 美豬也已經吃了 到現在CPTPP也沒有 RCEP也沒有 好 本席在最後 再請教一下 反正沒有關係 二十五 二十三號你會有機會來報告 我們大家會好好的供應你 再來 民生用地要漲價了 民生用地要漲價了 四月起民生用電全面調漲 我們動漲二十年 三百三十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全面要開始漲 衝擊到一千三百五十七萬戶 一千三百五十七萬戶 院長 您知不知道 電價一漲 民生用電漲價是什麼意思 代表整個通貨要大幅的來膨脹 這個就要看漲價的 大幅膨脹 百頁何以為計 我們有多少 我們的青年人 一個月 零三萬多塊 在生活線以下 然後 現在 所有用電 不管大戶散戶 一般 我們平民用戶 通通要漲 台灣的電價 相對於其他的國家 是偏低的 這個預期 就表示 民進黨 電業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電業政策 如果今天 電業 降低電價 來維持台灣的 動漲二十年 今天 通價指數不要大幅上漲 免得像其他的國家一樣 特別是COVID-19這段期間 所以 蔡總統 說十年 電價 十年 電價 不會大幅漲 尤其民生用電 現在民生用電 要正式漲價 當你離開 行政院這個職務的時候 請你慕然回首 滿目創意 沒有 滿目創意 而且是 自由 經濟 民主 方面 我們台灣的表現 都是最好的 為你四月份的漲價 就是世界上 認為 最好的 來收這個爛攤子 沒有爛攤子 相信你今天晚上 禱告的時候 你要對得起 我會感謝天主 讓台灣的民主 是亞洲的第一名 自由經濟是世界的第四名 自由經濟是世界的第四名 謝謝副委員 坤奇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請莊委員瑞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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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